诸位善知识 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我们之前为大家讲了法念处里面关于五概 已经讲了贪欲概 称慧概 大家已经都知道什么意思了 也知道怎么样来断除这种概 今天一开始要为大家讲昏眠概 昏眠概是什么呢 这是下一个障碍 就是说继承了贪欲概跟称慧概的下一个障碍 简单来说就是昏昏欲碎 这经常出现在禅修整身上 我们在禅修期间都经历过这个昏眠 各位你如果没有在禅修不晓得 你禅修就知道 当你禅修一开始禅修的时候 你会充满的这个兴奋之情 哎呀太好了 这个从来没有禅修过 现在总算知道怎么禅修了 你会非常跃跃一世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充满好奇心来打坐 可是当你禅修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失去了好奇心 失去对他的热情 失去对他的热衷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容易陷入昏眠了 这就好像小孩子 他玩一件玩一个玩具 玩了两三天之后 当他发现玩具已经没那么好玩了 他就会把他丢在一旁不再玩了 甚至你叫他再玩他也不想玩 同样道理 当这个禅修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人来说已经熟得不得了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觉得禅修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他可能会觉得是照表操客 可能是觉得再重复做一些无聊的事 当他进入这一种瓶颈的时候 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昏眠 就会在他的生活 在他的禅修过程中经常陷入昏眠 什么是昏眠呢 什么是昏眠 看这边看这边 看着我什么是昏眠 比如你这样打坐 正经回座对不对 一开始正经回座 哦 开始昏眠了 你又马上发现 赶快提神 马上又做好 你做没多久 哦 你又昏眠了 这叫昏眠 有的更离谱的是怎么样 很离谱的是有的人是这样 哦 他的头啊 他头九十度鞠躬 还有更离谱的 什么是更离谱的 他整个趴到桌子上啊 那是因为我前面有这张桌子啊 所以他会 我现在只能表演给你们看 趴到桌子上 实际上啊 Punker的时候前面没有桌子啊 所以有的时候是 腰九十度鞠躬 那么是什么情况啊 你的头啊是直接点到地上啊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回事 有的人是这样子 整个趴下去这样睡了 参修的人啊 可能是这样啊 整个九十度啊 到达地面 头贴到地面睡 你说念佛人会不会 念佛人照样会啊 有的人念佛是怎么样啊 拜佛的时候 还是拜哦 动态的哦 拜佛的时候 结果拜下去的时候啊 其他人起来 这个人一动也不动 拜了半小时之后啊 大家结束了 这个人啊 最后一拜才起来 好 这是什么呢 这个都是昏眠概 不论你参修 还是念佛 持座 总之任何一件 你已经熟得不得了的 这个修法呀 你熟透了 熟得已经滚瓜烂熟了 它就会成为一个无聊的事情 因此啊 不再引起你的注意力 不再感到新鲜 这个时候 你就会陷入昏眠概 任何一件 你感到新鲜的事情 你都会啊 紧张异常啊 会充满的热情啊 这个是你不会睡着的 你不会睡着的 可是一旦你熟透了 它就会容易睡着 所以说昏眠概还是一个残修者 它一定会经历了一个经验 那是一个残修者 它想办法克服这种昏眠概啊 好 在经文里头是这样讲的 比求内心有昏眠出现的时候 了之我内心有昏眠 或者内心无昏眠出现的时候 了之内心无昏眠 所以这边要记得啊 当你现在 当你现在这样的时候啊 你自己心里面要了之 我这样子的 我已经昏沉了 我昏眠了 你要了之 了之当下当然 你要 你要有惭愧心啊 虽然你自己一个人残修 没有人看见你啊 你自己还是要有禅有慧 为什么 天龙八部看着你啊 天龙八部看你有没有在精进啊 他们正在 下定决心要不要帮助你弘法呀 下定决心要不要帮助你啊 在这个修行路上啊 再更进一步啊 所以 你不要让佛菩萨 天龙八部 失望了 这样子哦 这么爱睡哦 倒头大睡好了 这样人家就失望了 农天八部啊 这个鬼神们啊 就看着非常失望啊 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哦 孔子说要圣读啊 即使你一个人 你要谨慎的独处啊 不要乱的方寸啊 不要乱七八糟的啊 所以 当禅修者 想睡觉的时候 你自己要知道 我已经想睡觉了 当禅修者 发现自己现在精神很好 并没有想睡觉的时候 现在法念处就是要怎么修 你就要知道 现在没有昏眠盖 没有想睡觉 我现在精神异异 精神很好 我知道我现在精神很好 所以说 精神不好知道自己精神不好 自己想要睡 精神很好 所以知道自己精神很好 就这么简单 都是这么简单 所以啊 当禅修者想睡觉的时候 必须警觉自己的睡意 并注意他 要注意这个睡意 经常只是借由注意 便可能断除或赶走睡意与昏眠 你只是注意的这个昏眠盖 很可能啊 就会立刻赶走睡眠盖 只是注意他 如果你不注意他 没机会啊 你不注意他 他就是永远就睡着 所以各位 电视机前面的这个兄弟姐妹们 记得一件事情 把这个方法传送给你的小孩 尤其他还在读书 还在上学的 小孩正在发育阶段 很容易爱睡觉 很容易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教他这一招 赶走睡意 教他怎么样呢 每当他有睡意的时候啊 正念政治自己的睡意 你要知道自己想睡了 那么透过这种注意啊 也许 我不是说百分之百 我说也许 就可以驱走睡意 当然啊 我相信很多人啊 爱睡就是爱睡啊 就算你任凭你这个天荒脑子来 我还是爱睡啊 什么注意他 注意他关干我什么事啊 我还是睡啊 我知道有的人是这样子 但是你今天如果知道一点点方法 因此可以赶走睡的话 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所以说希望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这个方法 试试看 你不一定有用啊 你不一定用了就有效了 但是有的人用了会有效 你试试看啊 好 当睡意消失的时候呢 你也要觉知 觉知 睡意消失了 所以你了知啊 我心中没有昏昏 欲睡了 这些昏眠啊 已经消失了 这个就是 知道昏眠盖的一个方法 所以两个重点 昏沉的时候知道昏沉 不昏沉的时候知道不昏沉 不昏沉就是精神 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之前为大家介绍过 贪欲的时候知道自己贪欲 不贪欲的时候知道自己不贪欲 称慧的时候知道自己称慧 不称慧的时候知道自己不称慧 总之 你活在恶元对立的世界 再讲一次 你活在恶元对立的世界 你一定要知道这两边 贪欲不贪欲是两边 称恨不称恨是两边 昏勉不昏勉是两边 你说我不想活在两边 我是不二 我修不二法门 各位你修不二法门 你能够免于天地之间吗 天地还是一对的 还是二元对立 你说你不分别心 无分别心 不分别美丑 你能够不分别天地吗 你今天作为一个宗教人士 你经常行善不失 你能够免除善恶的对立吗 你经常是作善的 免于恶的 你可以免除善恶对立吗 所以不要说无分别 我们经常活在二元分别对立 分叉的世界里头 很难避免的 我相信大家修波尔智慧 读大波尔经 读华言经 读法华经 读大吉经 读各式经论的时候 我知道大家希望让自己的心 提升到菩萨那种 无分别心 平等对待众生 利益众生的那种境界 我知道 可是我们这个世间的结构 就是二元对立的结构 不相信你自己看看 你在家里的时候 如果你的丈夫或妻子或小孩 回来的时候 你会说 诶 某某某你回来啦 诶 讲这一句话 看起来不起眼 可是你是二元对立呢 你回来啦 回来跟不回来对立 诶 某某某 你怎么这个不读书 不用功读书 不用功与用功对立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不起眼 讲一些不起眼的字 好像西松平常 其实都活在二元对立里头 今天考试怎么不及格 怎么考着58分了 人家都考100分 不及格跟100分对立 你上一次考全校第一名 怎么现在退到第十名 第一名 No.1 跟其他的 其他名次都对立 所以我们经常活在 二元对立的世界里头 不自知啊 所以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在修思念处的时候 你就是要很清楚 这两边 如果你可以很清楚 这两边我告诉大家 渐渐的你就走向大圣佛法了 什么是大圣佛法 大圣佛法是中道 Middleway Madiyamika 就是要走中道 中道 是怎么跑出来的 各位 中道不是随随便便就有中 中道是非常清楚两边 清楚两边之后 然后知道什么是中 不是空空往空 什么都不知道叫中 不是说空空往空 无分别心叫中 是你很清楚 这个世间的对立 你知道谁在赞成 谁在反对 谁是白谁是黑 谁是有智慧 谁是愚痴 你知道清清楚楚 但是呢 你走在中道 不偏左不偏右 不偏白不偏黑 不偏绿不偏黄 你什么都不偏 这个才是中道 所以中道它是对两边的情况 对于南极北极 这两极清清楚楚 对于男人女人 对于阴阳 对于天地 对于美丑 对于善恶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当他都不止取这两边的时候 入于中道 这才是中道 所以中道第一地 是这么出来的 智者大师讲的中道第一地 智者是讲 智者大师讲三观的 从假入空观 从空出假观 中道第一观 中道第一观是什么 智者大师的中道第一观 是在空观 是在中道的基础之上 来立他的中道第一观 龙树菩萨的中道中观 与智者大师的中观 是有点不一样的 龙树菩萨的中观是怎么样 当前两边 不立一法 扫荡任何的对立面 扫荡完之后 所呈现出来的那个世界 那个word 就是中道的世界 这是他的中观哲学 很多人对中道 中观 中论 有点搞糊涂了 我现在这边一并说明 中论是一本书 它是一本书 书名叫做中论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龙树菩萨 所以中论讲到中论的时候是书名 讲中观 讲中道 这是在说什么 在说龙树菩萨 这本中论 他所要讲出来的思想 他的哲学 是什么 他的哲学 他的思想 就叫做中观哲学 就叫中观 你也可以称之为中道 现在有没有懂了 所以中观中道 他是在讲 龙树菩萨这一门 中论这本书的哲学 他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现在分清楚 智者大师 他的中观 或者是中道 不是像龙树菩萨这样 为什么 因为龙树菩萨他还是比较采取荡浅的方式 扫荡的方式 把两边扫荡光 不立一法 智者大师他已经受如来藏影响 包括法华经 法华经是如来藏经 大波涅槃经也是如来藏的经 所以智者大师深受如来藏思想的影响 所以他的中是怎么样 双之双照 不仅要荡浅空甲这两边 还要双照这两边 他像太阳一样 首先要遮甲照空 再遮空照甲 这个就形成了双遮双照 好 这边大家听不懂没关系 以后我们在讲说中会渐渐深入 首先大家先回到一个最重要的概 五概就是我们修行者的负面因素 当你在禅修的时候有负面因素 负面因素一定要断除 一定要排除 否则你没办法进步 正面因素 禅修要把它发挥出来 增长广大出来 负面因素要断除 你了解正面因素跟负面因素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两边了 所以你渐渐修下去 知道说无荤层盖的时候是无荤层盖 有荤层盖的时候是有荤层盖 这就是两边 有贪慧 有贪心无贪心知道 有称心无称心知道 当你都可以看出的时候 看出这些盖的时候 你就可以渐渐慢向中刀 你就可以渐渐把思念处修好 所以有盖或无盖 你要清清楚楚 是这样子 好 那之前我们曾经为大家讲的这个 法华经 佛陀说 有一件大事 哪一件大事 佛陀因为一件大事出现在这个世间 如果不是这件大事 佛陀不出现在这个世间 哪一件大事呢 佛陀为了开示 佛陀佛之见 令众生皆得清净的缘故 出现在这个世间 我已经讲过 首先为众生开启一条成佛的路 是开始为大家显示佛法 显示佛法完之后 令众生开悟 让他能说悟 原来是这样 大家要记得 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在生活中 累积了无数次的小悟之后 才获得两三次的大悟 好像佛陀那一种 在夜赌明星的时候 那种成佛的悟 三大阿僧其解 就发生那么一次 但是你在这一辈子之中 你要像禅宗祖师那样子 大悟个几次 那是有可能 可是这个大悟 你要平常好好的修行 精进用功 每天要好好禅修 禅修之后 你在行入坐卧中 要像禅宗祖师们一样 挑水砍柴皆是禅 就是说除了禅修之外 禅修是没法成佛 就像魔王不能成定 所以你要怎么样 禅修把定律训练起来之后 将这一把锐利的刀 锐利的智慧 运用在挑水砍柴之中 也就是你的工作之中 各位你的工作之中 能不能够以锐利的智慧 来时时刻刻观照它 明照它 能不能 如果能的话你就成功了 你就可以累积一些小物 在工作之中 你用你锐利的智慧 看它的时候 你会有些小物 小物 有好几次之后 会累积一个大物 那个大物是什么感觉 很多人问说大物是什么感觉 大物的感觉就是 虚空粉碎的感觉 一切思想停顿的时候 已经想到 没办法再想 关到无可再关的时候 虚空粉碎 在虚空粉碎那一刹那 你的眼睛明亮了 你内在的智慧之眼明亮 智慧之光展现了 这个时候 它就会 它就 整个就展现出来 它整个就 你不用 你不用深求这种大物 你知道吗 你只要好好的把自己扎实的内功心法 佛教的观照 内功心法把它修好 你只要这样修 那个时间 大物的时段 它自然为你展现 根本不用去求 你求了 只会令那个大物无法发生 所以大物 等待你的小物 小物要等很久之后 才产生一个大物 所以佛陀 也是要帮助你 悟佛之间 悟佛之间 你就可以入佛之间 你就可以入佛的阶位 你最后才可以入佛的这种境界 所以开始误入 是这个样子 所以佛陀 总的来讲 最终是希望引领众生 到臣佛的阶段 而不是其他 僧文圣跟原居圣 今天佛陀 为吴比丘说法 对很多的比丘 说僧文法 说阿含经 说原始佛教 那无非是希望怎么样呢 希望以这个为善巧方便 暂时令众生 从谋 从欲望的境界 从谋的境界之中解脱出来 不要一直担任于欲望 所以佛陀首先 教诸比丘们 出离法 生起出离心 各位如果不生起出离心 一直在欲望中 你说要在欲望中 成佛吗 不可能 你就算是密宗 密宗讲什么 这个 集身成佛 烦恼即菩提 在烦恼之中 烦恼就是菩提 各位 密宗的这个说法 他并没有否定出离心 相反的 密宗很讲究 讲究次第道 这样像九圣之巅 他一圣一圣的要有次第 所以在三主要道里头 一定要先升起出离心 才有菩提心 菩提心再来是空振剑 所以最开始一定要升起出离心 出离心不强 无以升起菩提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为大家这么扎实 这么详细的讲思念处 思念处不清楚 请问 你能够扎实的升起出离心吗 出离心不扎实 请问 你可以在救度终生的时候 不起染污吗 不被世间所染污吗 不要说什么了 你今天只要稍微一百万 一千万在你面前 你说你不染污吗 你可能可以很容易 像文天祥一样 别人拿着一把刀 在你脖子上的时候 叫你屈膝 你就是坚持不肯 你宁可被杀头 你也不肯 这个比较容易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你其实正气很容易凛然 好气 你这个时候好气 很容易发挥出来 可是如果在顺境中 没有人拿着刀子架着你的时候 一千万在你前面 一一在你前面 你可以不屈膝吗 你可以不喂五斗米遮腰吗 你可以不喂五斗米遮腰 这个时候你就是佛了 所以在顺境中 贪心是很容易 很难降服 很难克服的 这个时候 所以佛陀才希望 在一开始的时候 先帮助我们 从欲望之中解脱出来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讲阿含经 要讲原始佛教 就是帮助大家 不要再落入欲望的世界 但是不要落入欲望的世界 可以乘阿罗汉之后 佛陀会再教阿罗汉说 阿罗汉们不是这样而已 佛陀的境界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佛陀的境界还有很高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继续走吧 所以佛陀任何的说法与手段 无非是要引领到最高的佛 即使你现在正阿罗汉的 他还是希望你可以成佛 所以关于怎么从阿罗汉变成佛 以后还会陆续为大家讲解 今天先讲到这边 怎么成佛还精彩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 继续专心的来听问佛法 阿弥陀佛